這次是多少,可以先說想看 可以試 這個機會等於 會這樣子嗎? 嗯 可以,還是找個簡單一點的好了 可是你就是要電腦解釋很簡單的東西啊 所以你先假設的話其實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不確定iPad 10是不是在這個範圍內啊 只要我給的東西不在裡面的話 找出來永遠是錯的 永遠找我當那個解 因為我現在假設這個解會落在這個範圍內 好吧,沒關係,我就-100到-100好了 應該不會差太遠 然後你給它 區間給它 0.00011切 0.0001好了 嗯 那 OK GPL4 嗯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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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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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X平方-X 就算嘛 剛剛講10等於Y好了 Y等於X平方-X 加上3 這個值Y等於一堆東西 一樣嘛一樣數量 上面有20萬筆 那Y有20萬筆嘛 對不對 這個你都會算嘛 只是直接寫而已 那 我們現在是顯然這樣等於Y 那Y究竟0那個是不是就是解 我們現在找Y等於0的時候 X會等於多少 Y等於究竟0的時候 那X 所推進的X就是那個解 所推進的X就是那個解 對不對 我們現在求Y嘛 那Y去竟0的時候 那個X就等於 應該就是我們要找的解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設 找Y要等於0 這個問題 要怎麼找的 用多種找法 那我是用 邏輯解的方式 就是 想一下吧 Y等於 那 那我們就設 Y 可能會有負的 嗯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要把負的考慮 就是我們現在取 Y平方 我們取一個 暫時的變數叫Y平方 我就 我不要看負 我負的也要考慮進來 嗯 我要找最精靈0的 可以 可能-0.001也接近0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就是 取平方 讓它通通都變正的 我們取一個 叫Temp Temp 那我們現在就找 最小的Y 會在哪邊 就是 最小的Y就打 Min Min是最小的意思 最小的Y平方 它會 會等於 值等於多少 Min就是找說 你這一列 Y等於一堆東西 然後我們 因為Temp 等於一堆值 那 那 Min就是找最小的值 把它給列出來 這裡面的最小值 對 然後現在寫個邏輯 叫 Temp -Temp 那我現在這個 這個寫法是指說 我把 最小這個值 把它點出來 在 第幾個位置 哦 點出了 第幾個位置 對 就是 我現在找到最小的值 比如說 我們有一列 數列會等於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有一列 數列是長這樣子 那我現在打 Min的話 Min這個 比如說這個 這個就叫我們Temp 好了 嗯 那我現在打 Min Temp 這個結果會等於 3 因為裡面最小的就是3 對 對吧 那我現在 這個意思就是說 那我要找 這個3的位置 在第幾個位置 那這樣打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 0 1 0 因為裡面只有一個3 因為裡面只有一個3 它只會找出那個3的位置 對 那這個位置找到了 那我現在就 直接寫 X 因為我現在要 對應回去X 等於多少值 嗯 那這樣打 0.5就是解 所以這個0.5 你帶回去3